大家好我是一球 之前说过的截止促销赠送的动态黑的这个卡包已经可以领取了 我又去官方网站上看了一下 我之前计算时间有错误 截止的时间是北京今天下午两点之前 所以大家如果没有登录游戏的话请抓紧 今天是放出来了一些促销卡包 但是是限量的 一个12.5K一个15K 第一个只给5个 第二个给了10个 本赛季第一周的周任务也已经更新了 这个周任务会给很多的XP 所以用来解锁赛季奖励是很必要的 但是其实它的要求还是很泛泛的 我之前会翻译一些任务放在视频中 但是感觉也没有太大必要 毕竟游戏现在中文翻译得也不错 然后大家要是稍微懂一些英文的话 我还是推荐大家去Footbin上 用Footbin的追踪系统来看 我反正挺喜欢这个的 比如我完成了一个就在上打一个狗 周任务需要同银金一次解锁 目前刚放出来 银卡和金卡是任务暂时还不知道 Footbin稍后应该也会更新的 说到Footbin EA这两天也更新了一些新转会的球员 Footbin的数据库也更新了 大家在卡包中也可以抽到 今天除了更新周任务之外 还更新了其他的任务 包括一个在友谊赛底下的叫做新拥簇的任务 也是给一些XP 另外还有这个动态黑的弱塔 以上两个任务的有效期都是12天 弱塔这个任务感觉也不是太难 就是花一些时间 要在Squad Battle里提一些比赛 也要去Division Rival提一些比赛 EA的内容促销还是很给力的 今天还更新了迪亚格西尔瓦的SBC 他在投票中胜出了 一套82的阵容 Footbin上显示的价格差不多在18K金币左右 我个人不推荐座 今年对手动的防守 目前为止要求有些高 他速度太慢了 而且后卫啊不太容易黑 所以动态黑涨数值也不容易 昨天吧 EA还在推特上搞了一个投票 举完美国大联盟的动态黑 一个是马图一提 一个是伊瓜音 这是我第一次看见EA在推特上搞投票 那么估计应该最后是马图一提吧 最后我们来看看昨天返现时候 出的经超越最佳 这个SBC啊 有效期是一个月 现在成本差不多要7万左右 一共是两组SBC 一组83的一组84的 他这张卡总评有84 加速稍微有些慢 只有83 行衡和敏捷都比较差 比较新眼球的就是投球精度很好 92然后身高187 我看了几个测试的视频啊 综合来说 大家都认为他的跑位还是不错的 但是要把他放在中路 他自己找射门机会能力还是可以的 他的射门基本上就对得起卡面吧 但也不是说每射必进 而他若是只要只有三颗星啊 有时候左脚强射的话 效果也不是很好 他的控球 有人说很糟糕 有人说一般般 有人说不错 我个人觉得 这也跟这个玩家的操控水平有关系啊 控球 其实我个人感觉应该也不会非常夸张 但如果你操作还不错的话 基本的控球应该还是可以的 最后看这些评测 有人说他这张卡非常不错 非常值得一做 还有人说他这个卡用起来就和这个理查德森啊 还有这个罗里格啊 差不多 他能干的事那俩人也能干 而且那俩人还便宜 还能买卖 个人觉得要是没有情怀 也没有钱 不做也是可以的 毕竟他数值总体只有84嘛 目前为止看 评价也是一半一半吧 应该也不是说非常夸张一张卡 大家根据自己情况决定吧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 拜拜